爸 爸 只有你放过我和我妈吧 你平时在外面那么体面 可你一喝醉了 就回家打我和我妈 我们受不了了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呢 谁是你爸呀 真看不来 穿得人模人样的 你的西装拿回来了吧 冯翔 刚才在洗衣店 拿回来的衣服你看见没 他妈妈呢 穆翔 穆翔 这 不好意思吗 我儿子 长大以后我绝对是个帅哥 不知道要避党多少女孩啊 不过 你现在还是要跟女生保持距离 尤其是那个瑶瑶 知道吗 谁这衣服啊 男朋友拿 谁会找这种人当男朋友 不小心给人弄脏了 哇可多钱洗 心疼死我了 谢谢 这 这鞋柜我不是 涂好笑亮外面了吗 什么时候拿起来的 你说这破鞋柜 你沾沾干什么呀 不知道你每次沾什么东西 弄脑都是脚 沾沾还能用吗 你看 你看 好像沾上了 趁着 这衣服可不便宜吧 没 没事 马下 马下 走 哎 共享 你是不是 有一个旧的床单的颜色 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咋了 什么时候盖起来 跟别人说过什么 我认魔术变得也还行吧 你好 我想找你们 应该是总裁吧 詹先生这么教会他 总裁 您之前有预约过吗 没有 我没有预约具体的时间 不过他说 行吧 行吧 衣服洗完之后送到这儿就行了 您是随便的吧 这样子 这不是总裁的衣服吗 怎么会在这里 是你 占先生 你眼力真好 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你老板的衣服 请你叫我詹姆斯 另外 这件衣服是限量版 不需要眼力 只需要实货 我们总裁的衣服 怎么会在你手里 他没跟你说这件事吗 这个过程解释起来 稍微有点复杂 你等一下 你该不会是借机会再接近我们总裁吧 怎么会呢 我真的是非常无心 特别凑巧地把他衣服给弄脏了 恕我不够礼貌 我们总裁已经不再追究山地车和水果树的事情了 你应该知足了 我们总裁看待女人的眼光 一向是很高的 你如果想接近我们总裁的话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这条心从来就没活 这样 占先生 我这衣服已经送到了 我先走了 等等 我可能又要不礼貌一次了 你该不会是 故意把我们总裁的衣服弄脏 然后借着清洗的机会 把它调换成A货B货之类的吧 因为这件衣服很值钱 不可能 怎么会呢 那好 那你就稍等项克 我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会亲自送你出门 孟初夏不会做出那种事情 我用人格保护 太迪学长 初夏 还好吗 学长 你可是一点都没变呢 太让人羡慕了吧 什么时候回国的 前几天就回来了 我本来想联系一下我们的老同学 但是工作有点忙 就没来得及 还是工作比较重要嘛 不知道 像我们泰迪学长这样大的高材生 要什么样的工作才配得上呢 我呀 IT 民工 理工宅男很悲惨哪 首先呢 您检查您老板的东西无可厚非 但是我觉得 应该等这位小姐离开之后 再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的这个行为 会对她的人格上 造成一种伤害 请问这位先生 您是她的同伙吗 对不起 我中文表达的不是很好 我的意思是说 您是她的同伴 我觉得同伙这个词更确切些 你刚才跟她的对话 我也听到了一些 我觉得并不善意 所以我认为 初夏小姐有权力拒绝 并且自由的一个 您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 万一造成什么损失的话 您愿意为您的这位朋友负责吗 当然愿意 很好 您拿什么来负这个责呢 泰迪 马文 终于在国内见到了 集团大总裁亲自下楼来接我 我真是受宠若惊 已经算代课不周了 要不是你进了门才打电话 我可能会站在门口打着 泰迪学长 你们两个认识 我们在美国就是好朋友了 他叫你 他叫你学长是吗 你们很熟啊 何止是熟啊 我以前叫你什么来着 孩子他妈 这么久了你都还记得 那当然 那可是我第一次做吧 是 你怎么认识初夏的 这个世界可太小了 我们也只是刚刚相识 不过孟小姐的兴趣多变 涉猎广泛让人始料不及 让我实在是印象深刻 你来了 那些 是什么东西啊 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人送的礼 你不是每天都能收到礼物吧 可平时不会一下子有这么多东西 而且盒子长得都很类似 到底是什么 是昨天晚上客人被送来的 奇妆 是 那个梦 梦 梦什么 梦初夏 梦初夏 我看是梦惊吓吧 他一出现就像惊悚的噩梦一样 他 简直成我的摔神了 接到外公来口之后呢 要读说许她的事情 都不行 不要 你看 是不是她 看你说天天都失落了 喂 站住 梦想 你打死不认这个习惯 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妈妈现在做的事情 是有大人原因的 这关系到八分八的剧会 你信你一定要清楚 梦惊吓 果然是你 你是故意弄坏那件西装的 对不对 什么衣服呀 不知道呀 总裁 我叫梦初夏 你这是怎么这样 你怎么能翻脸 就不承认了呢 你是说我已经洗好了 那件西装是吗 怎么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那个丑得要命的 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梦惊吓 衣服为什么会在你手上 因为我帮了你不是吗 你是这么得带帮助自己的 可是你不是说 只是讨厌他们不是想帮我吗 好 这我不扑人 不过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见衣服真的没有什么 但我感受到 羞辱感 不能就这么着 难道要 赔钱吗 钱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我要你跟我鞠躬道歉 而且声音要大 要让所有路上的人都听到 你要说我错了 请您原谅我 这回你可别想溜啊 我们的车就在旁边 你跑不掉了 你说这事跟咱们没关系吗 你说什么 妈 他咱有这么大的孩子 谢谢师傅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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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放过我和我妈吧 我给你鞠躬了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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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叫我什么 你平时在外面那么体面 可是你一喝醉了 就回家打我和我妈 我们受不了了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的 谁是你爸呀 真看不来 穿得人模人样的 要不要报警 他们这是污蔑 我们总裁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不要相信他们 正是你说的啊 你以后不要再回家 跪着求我和我妈了 走啊 我家报 还跪着 喂 你别走 总裁总裁 算了 算了 别追了 翻译让记者们知道了 咱们就更解释不清楚了 还是回去吧 好了好了 不要看了 散了散了 来 走走走 孟小 你刚才的行为 从性质上来说 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不过 这次做得很好 不过 不过 这次做得很好 不过 请问一下